我想我認得你是誰 好,大家早安 我其實很喜歡我們崇拜之前 一班同工、一班侍奉人員一起祈禱 因為每次我們祈禱 起碼令我記得服侍是甚麼一回事 我今早的分享就是我聲音不行,拆光 就是這樣,總之拆光,殺光 我祈禱,希望上帝幫我開聲 然後為我祈禱的私事隊長 他就為我祈禱,他說 希望我可以開聲祈禱之餘,是能夠敬拜主 我覺得這個是很提醒我 原來不是關不關,開不開聲的事 或者唱不唱到高音 是究竟我的心是不是敬拜主 我覺得這個都是一個很好的祈禱 我就被人提醒,我們一起敬拜上帝 我們不如一起起立吧 我們真的不要理自己究竟唱成怎樣 不要理你旁邊那個怎樣笑我 總之我今天的心就是要敬拜主 我們就開口去敬拜主 為什麼我們可以敬拜主 因為保羅他在羅馬書這樣說 他說因為耶穌基督的緣故 我們一群外邦人 我們一群非猶太人 現在可以成為榮耀神的人 我們怎樣可以成為一群榮耀神的人 我們一起讀出經文 我先讀你們 讀highlight的經文就可以了 保羅他說 說 耶穌使外邦人 因他 即是耶穌的憐憐 榮耀神 耶穌使外邦人 去榮耀神 因為祂的憐憐 如經上所記 因此我要做外邦中清重你 歌頌你的名 又說 外邦人 你們要與主的子民一行歡樂 又說 列邦 你們要贊你主 馬民 你們都要重贊他 所以列邦讓我們現在的 就來重贊上帝 讓萬民 讓我們現在就來去歌頌祂 聖結耶穌我們感謝祢的憐憐 讓我們能夠成為一班榮耀你的人 你的寶座就在我們當中 你的榮耀就要在這裡彰顯 我們這一刻要來讚美祢 還讚祢 歌頌祢 聖結耶穌 祢就在我們當中 我們要敬拜祢 聖結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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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宝座在这里 Hallelujah 祢荣耀在这里 君王就在这里 我们黄人圣经 拥戴祢为王 荣耀都归于你 君王就在这里 哪能彰显着你 荷萨耀归于 自告神主耶稣 我们有更多更多的敬拜祢 我们有更多更多的命啊耶稣 我们有更多更多符合祢的命 更多更多来符合祢的命 我们有更多更多认识祢是我们的主 更多更多来承认祢是主 直到祢回来再见祢的命 我们有更多更多去报告祢的命 更多更多更多来符合祢的命 更多更多来符合祢的命 更多更多来承认祢是主 祢的生命 君王就在这里 我们画的圣经 勇敢的为我 荣耀都归于你 全我就在这里 咱能展现这里 和他那归宇 只高成就耶稣 耶稣你是最高的神 你是最高的主 你永远是世界的中心 万角都属于你的名下 你是配得万角来跪拜你 你是值得万角的来重赞你 全世界中心 万角跪拜送你明下 真随你意志 福兴你工作 我早夜不止息徒告 真永远是世界中心 万角跪拜送你明下 神随你意志 福兴你工作 我早夜不止息徒告 我早夜不止息徒告 既日到塔地 现座要见得 而赞美在美居所 大为所见的将我 天地兴起 主背景为我一生敬拜 祝你充满我们 我们要充满 我们要充满你的能力 我们要被充满你的荣耀 充满着你永远 天空和你 充满你的爱 充满着你永远 肯 workout 充满着你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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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赞理作地居所 旧日到达的障礡 奄意兴起 主背景为我一生敬拜 神永远是世界众生 曼国贵拜熟你平下 神随你意志 福兴你工作 我早夜不止息吐过 天父你是永远 你是永远在世界中心 你掌管万有 你随着你的旨意 復兴你的工作 復兴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所以我们要早夜不止息地向你祷告 求你復兴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在世界纷扬当中我们需要你的福兴 我们需要静候等待你来福兴我们 我们要静候 因为你是我们唯一的拯救 你是我们唯一的盼望 在纷扬当中 在纷扬当中我们要静候 我们要安静 我们要在安静当中 我们要知道你是我 世间混淆不忧 我要静候 使命会命 永远在世 选拯当中 习近平 要不佑 我要静候 永信的主是我的拯救 压伤的心 物厌或死 全日的等候 唯独你是我的斑魔 愿我生 我生 苦尽中兴起 愿我可 从眼睛中仰望你 不再受缺席 只盼属于你 却做静闻里 重新认识你 原来推动光的 唯要看到你 发现现象一切 伤同在几乎 只不想暗忘 用一生念记 求你用自爱 称赶我 原来推动光的 唯要听到你 我推动一层房 存留你一年 我们要在你里面休息 我要休息 直到你是生 让我安稳 复合你明知 我要休息 直到你是生 天父在这一刻来到抗野 来到抗野 我们要休息 我们要知道你是神 这一刻来到抗野 天父求你去跟我们说话 让我们听见你 让我们见到你 让我们能够重新地认识你 因为你说唯有在你安息的里面 我们得救 在乎平静安稳 我们得力 在乎平静安稳 我们渴望得救 我们渴望得力 我们这一刻就要回到你里面 我们这一刻要得安息 将我们的重担交给你 天父求你听我们的提讨 我们要将我们的重担交给你 以至在你里面我们能够得安息 我们要向你祷告 我们要将我们的需要交给你 天父我要休息 知道你是神 我们要在这里面休息 知道你是神 我要休息 知道你是神 我要休息 知道你是神 有望无能复下你明知 我要休息 知道你是神 唯独你是爱 是怕我 原来退路旷野 围绕岸岛地 发现现象一山 尽同在几乎 似不伤难忘 留一生命迹 和你用慈爱 请教我 原来退路旷野 围绕听到你 换去的一束花 全留你一面 着花多乐下 往复伤奉献 似你叫我 重新的有力气 师父 在休息里我们再次认定 你是我们的主 你是我们的神 在休息里我们重新得力 而是我们可以呼求你的名字 我们可以勇敢地走出去 让世界听到我们的敬拜 因为你的救恩 因为你的同在 确实值得我们传扬你的名字 耶稣我们要勇敢地走出去 去宣告你的名字 我们要勇敢走出去的去见证你 我们不完美 但我们仍然想见证你 我并不完美 也并不特别 而你却是为我设计生命 我并不完美 也并不特别 而你却是为我设计生命 地主 或是成若如 又是毁迷我 但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祝你要往哪里走 我就等你走 令我走到世界尽头 也想不再回头 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 我们的敬拜 让父亲从我们开始 看出爱 来大喊成就 让父亲从我们开始 我都在 為大量尊重 從我沒有許多的問題 我也不分析 為大量刺激我勇氣 又回憶 又敢走出去 這副我們確實不完美 我們確實不特別 甚至我們確實未必很願意 為你做些甚麼 但你卻已經為我們捨生 你卻已經成為我們的道路 真理 生命 感謝你 我們就算多難也好 多壞也好 你都已經為我們捨生 所以願意的 我們願意跟從你 去敬拜你 去傳讓你 因為你是值得的 我們感謝你 還要我們疲倦 帶你加力給我們 就算我們身體是軟弱的 但你也幫助我們 我們感謝你 你就是這麼好 這麼大的上帝 我們感謝你 我們感謝你 以上個討告和主命求 阿門 大家請坐 大家請坐 在我講題的時候 或者看到這張照片的時候 你想起甚麼 其實我是 基於想起 很幾年前 以前 美國有一個招兵的 poster 他就 出了一個這樣的 poster 那時候 我忘記是甚麼 re-warned you 希望去招兵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個這樣的題目 都是很想邀請你去參與一些東西 今個月青少谷的主題是甚麼呢 就是活出猜傳宣教的生命 我不知道 可能你錯鐘了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猜傳 或者宣教這些東西 可能對於我們來說 這些東西好像很遠 我們會想的是 我都沒有呼召 或者我都經常聽呼召呼召 但我都不知道是甚麼 又或者你可能會想的是 好像要去猜傳 聯想中 要去一些短孫 我去講普通話 我的普通話都很普通 我的英文我只會說 I go to church by bus 好像跟那些人溝通 都溝通不了 還說甚麼去短孫 不要搞我了 彷彿當我們聽到猜傳宣教這些東西的時候 好像都不是很關我們事 再加上近幾年疫情 以前我們會去中國大陸 去一些文化交流 這幾年其實我們都不是 我估計在座當中 應該都沒有甚麼人參加過短孫 或者文化交流 可能對於我們來說 這些東西都沒有甚麼印象 不知道是甚麼東西 不過我都問一個問題的是 啊 猜傳和宣教 其實是否真的這麼遙遠呢 跟我們 可能我們想的是 猜傳宣教 我們會想到宣教士 宣教士 給我們的印象是甚麼呢 啊 就是去食人族那裡宣教 然後宣傳一下教 就殉道死了 這樣 不過曾經我看過一本書 那本書隱然是這樣說 他說每一個基督徒 其實都是宣教士 那本書很特別 那個作者就用大使命去帶出 其實是耶穌猜我們去不同的地方 去為他做見證 當我們想猜傳宣教這些東西 好像很遙遠 不過當我們說大使命的時候 好像跟我們的距離又再慢慢近一些 早幾天呢 跟必利在吃飯的時候吹嘴 都說到原來 他說現在宣教這個terms 跟以前很不同 以前我們想宣教的就是 我們要去一個很遠的地方 去一個跨文化 不是自己文化的地方 去傳福音 但是原來 因為隨著現在的年代 很多多元的文化 和不同的背景出現 原來 一個人去不同的地 就是去不同的群體去服侍 不同的年齡層的群體去服侍 又或者去一個不同背景的群體去服侍 或者去傳福音 其實都可以是宣教 弟弟姐妹 的確每一個基督徒都是宣教士 不過要問問自己的是 我如何去預備自己成為宣教士呢 很想透過《路加福音》 一至二十章的經文 成為我們的提醒 昔日耶穌如何去提醒 跟隨他的人 同樣都預備我們自己的心目 我想邀請大家 一起讀這段經文 經文比較長 不如這樣 弟弟姐妹邀請你 讀一至四節 然後我會讀五至十六節 然後再邀請大家讀十七至二十節 先請大家讀一至四節 準備起 一個人 發課 擦現他們兩個兩個地在他前面 樂期 就對他們說 要收的狀架多 做工的人少 當求莊架的主打法公 收他的莊架 你們要 同樣都進入狼狽 不要大前郎 不要大後 無論盡那一家 先要說願這一家平安 那類若有當得平安的人 你們所求的平安 就必臨度那家 不然就歸於你們了 你們要住在那家 吃喝他們所供給的 因為工人得公價是應當的 不要從這家搬到那家 無論盡那一城 人若接待你們 給你們擺上什麼 你們就吃什麼 要醫治那城裡的病人 對他們說 神的國臨近你們了 無論盡那一城 人若不接待你們 你們就到街上去說 就是你們城裡的塵土 黏在我們的腳上 我們也當著你們拆去 雖然如此 你們該知道神的國臨近了 我告訴你們 當審判的日子 所多馬所守的 比那城還容而受呢 過賴純呀 你又禍了 百塞大呀 你又禍了 因為在你們中間 所行的義能 約行在太爾西頓 他們早已披麻蒙灰 坐在地上悔改了 當審判的日子 太爾西頓所守的 比你們還容而受呢 加伯龍呀 你已經升到天上 將來必退下陰間 又對門徒說 聽從你們的就是聽從我 棄絕你們的就是棄絕我 棄絕我就是棄絕那差我來的 十七節邀請大家起 歡歡喜喜地回來 說主呀 受事鬼呀 復了我們 耶穌對他不說 我曾看見撒旦同天上墜落 像閃電一樣 我已經給你們權 並可以踐踏赦 射和之子 有聖過守的一切的能力 絕沒有什麼能害你們 然而 不要因鬼復了你們就歡喜 要因鬼復了 好,我們一起去祷告吧 親主願你帶領我們 要我們透過你的話語 今天同樣成為我們提醒 要我們去預備自己 成為合理的器皿 以致我們能夠在這個地上 我們在不同的地方 我們學習如何為你去 分享福音 去展現信仰 感謝你奇葛交諾 奉主名求 阿母 好,大家剛才讀了大概二十字的經文 其實很簡單 可能你之前也有看過的 就是說耶穌去猜獻七十個 又或者有些譯本 說七十二個人去傳道 不過其實原來在早上一章 即第九章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老家很特別 其實他已經先派了他的十二個門徒 耶穌說他派了十二個門徒 先做過一次這樣的行動 不過對比起前一段 你會看到剛才我們讀的經文 老家是描述得更加詳細的 寫了更加多的是什麼呢 說了原來當時那群七十個人去傳道的時候 和那群他們說的對象 當中他們的互動和關係 更加特別的是 原來我們今天讀的經文 這二十節這個記載 其實是老家福音獨有的 其實其他的福音書是沒有的 老家為什麼要這樣記載呢 其實他很先很想帶出的就是 原來傳福音去宣教這些路程 或者這些所做的使命 不單單只是十二個門徒做 是更加要有更加多人去承接這個使命 而在這十字裡面 其實耶穌總共給了三個提醒他們 同樣今天成為我們的提醒 我們先進入看看第一個提醒 就是關於腳的回應 當我們進入到一至四節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的是耶穌設立了這七十個人 他說他兩個兩個這樣猜出去 可能我們讀經文的時候 我們會想為什麼是兩個兩個呢 因為原來這是符合當時舊約的傳統 就是當一個人去宣教一些事情 或者去做一些事情的時候 要有另一個見證人 去見證著他做這件事情 同樣原來這樣兩個兩個去傳道 或者去出旅程 原來都是當時去軟行的一個這樣的模式 他們就是這樣被耶穌去 所要的地方去宣傳福音 不過耶穌在出發之前 好像我們平時參與短孫的時候 我們都會有一些訓練的 他就給了三個訓練他們 在說什麼呢 我們首先看看第一個 耶穌說要收的莊架多 作工的人少 所以你要當求莊架的主 打發谷人去收他的莊架 當我們看到他的時候 我會問的是 耶穌已經插了七十個人出去 但他仍然在說的是 作工的人少 為什麼呢 耶穌很想帶出的是 原來這裡 他想帶出的是需要和異象 要收的莊架多 很想那幫門徒看到需要 作工的人少 讓耶穌更加期待的 有更加多人 能夠去傳遞福音 這七十個人 其實成為了門徒傳遞 使命的一個起始點 他們一出去傳道 為的是做什麼呢 就是希望更加多人 有機會去認識福音的時候 當他回轉的時候 他同樣都能夠 去參與這個傳道的工作 而同樣 耶穌在這裡 帶出一個很重要的字 就是求的這個字 正正很想那幫門徒 在回應需要之前 他先去祈禱 祈禱成為了他們 一個很重要的地位 正正透過這個求 提醒他們什麼呢 就是原來他們要記得 他們出去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他們要記得的是 神才是救恩計劃的主角 他們去收莊架的同時 他們要記得的是 神才是莊架的主 第二 耶穌帶給他們 有一個什麼提醒呢 當他們的經文說 如同羊羔進入狼群 你會看到下一個PowerPoint 就是他在說什麼呢 當我們看到羊羔進入狼群的時候 可能我們會感受到 就是一個很恐怖的場景 或者是羊要被人吃 不過 當我們看看舊約的經文 就是下一個 slide 我們AV Team 謝謝 再下一個 對了 你會看到 在舊約的時候 原來有些關於羊的用法 是怎樣的呢 原來在舊約 羊是在比喻這個以色列文 特別呢 原來當我們看回 《以錯阿書》四十章的十一節 原來是有這樣的記載 當時呢 你會看到 他在說原來耶穌說 他在保護他們的羊群 其實呢 原來在舊約裡面 通常 關於羊的一些這樣的情境 其實就是在說 原來神的民族 可以得到保護和拯救 當我們回到這裡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 原來耶穌很想提醒 那幫門徒的什麼呢? 即使他們將要被猜遣的 去到一個危險的地方 可能呢 好像經文所說 他們會被拒絕 不過他提醒他們的是 喂 你這樣做也好 他們這幫門徒 仍然會得到神的眷幼 去完成這個使命 當我們進入第三 耶穌帶給他們的一個tuning 是什麼呢? 他用了四個的不要 去帶給他們提醒 不要戴纤狼 不要戴口袋 不要戴鞋 以及在路上不要問人的安 可能我們看到這個時候 這四個不要 其實他想帶出什麼東西呢? 為什麼要什麼都不戴呢? 我們先看看 原來舊約也有這樣的用法 我們先看看鞋子 這件事 原來鞋子 其實在舊約裡面 有一個情境都出現過 其實在出埃及記的十二章 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這個情境 就是原來當以色列人 準備出埃及的時候 耶穌叫他們要吃魚魚節的羊膏 那時候他叫他們做什麼呢? 就是要他們穿鞋 準備隨時走路要出埃及 不過在新約的時候 這個用法更加不同 他在說什麼? 耶穌在這裡帶的是 叫他們不要穿鞋 其實帶出的是什麼呢? 就是原來他的迫切性的程度比 即是在舊約的時候 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迫切性更加強烈 因為他們連鞋子都不穿 就已經要去走了 帶出的是 原來他們在過程裡面 要迫切地回應這個需要 同樣 原來在路上不要問人的安 其實原來在《列王記》下四章二十九節 有exactly一個這樣的用法 當時以利沙先知 叫他的仆人去完成一個任務 他叫他做些什麼呢? 就是你在路上 在這個路途上 見到有人的話 不要問人安 就是在說 原來在過程裡面 原來以利沙叫那個門徒 就是不要去問人安的時候 其實是帶出 你要快快趕緊地去完成這個使命 同樣在這裡 都是在說的是耶穌 要帶出的是 原來這些不好、不好、不好 其實是要他們迫切地去完成 回應那個需要 同樣這些不好、不好、不好 除了叫他們迫切性回應之外 其實更加想提醒他們的是 喂 是啊,你漢似要帶這些東西 但同樣他相信的是 他不帶這些東西的同時 他相信神在路途上面 會供應他們一切所需 為什麼呢? 因為剛才大家讀的經文之後 有說到 說供人得供價是應當的 他說的就是 他進入一個家裡的時候 他沒有帶所有東西 但他仍然相信 神會藉著那個家裡的人 去接納他 成為他們的供應 頭四的經文 帶出了三個Tuning 耶穌很想先帶那群七十多人 去看見那個需要和異象 不過耶穌提醒他們的是 不只是看到就算 而是他要用腳去回應 更加要有一個迫切的心去回應 伴隨著的是什麼呢? 就是要有信心的討告和擺上 在一個過程裡面 第一他要相信神在當中會動工 第二是他相信神在當中是掌權的 是供應他們在路途上面一切的所需 另外只會三樣東西 看見需要 討告伴隨和迫切的去回應 這個是頭四節經文帶出的重點 不過當我們回到日常生活的時候 我們往往都很少 好像少了一份迫切的心去回應 我們會常常想的就是 其實很多需要處處 我昨天跟彪青的 電影之回分享的時候 我說當我們入到教會LEAP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看到 教會LEAP裡面有很多不同的Poster 很多可能不同的活動 招募之類的 坦白說其實 需要是處處的 有很多存福音的機會 甚至可能我們有機會去參與短孫文化交流 不過很多時候 我們心裡有很多Hesitation 有些Hesitation可以是理解的 不過有時候我們會想的是 有很多服侍的機會 不過暑假呢 好像最近有便宜機票 不如我們搶了便宜機票 買了機票 再決定去不去服侍 或者我們會想的是 那個服侍十個人 不如我留給旁邊那個 不要搞我了 慢慢慢慢 那些需要成為了些什麼呢 那些需要 自己成為了一個information 只是我們看到就算的東西 很多時候我們會想的是 這個機會好 不過下次先吧 慢慢 我們可能慢慢去到港度的時候 我們聽到很多不同的傳導人 或者去 說你要去服侍的時候 你心裡有個討告 討告什麼呢 阿神啊 請猜獻旁邊那個 不要猜獻我了 或者這幾年 我們少了這樣的平台去參與服侍 令我們少了動力去踏出多一步 不過 弟兄姊妹我想問一下大家的是 當現在慢慢所有服償的時候 你又願不願意踏出一步去回應呢 初中的弟兄姊妹 我會想的是 好像對於你們來說 可能你們會想 猜傳宣教這些事情 對於我們來說好像很遠 不過先給一個挑戰大家 從近開始 可能我們每一天都會收到很多資訊 可能你們看新聞 可能你們看IG 又或者你聽朋友和同學的分享 不過呢 有時 往往我們每一天都收到很多這些資訊 有時我們傾向看完就算 舉個例子 我們有時看IG的時候 我們會看IG story 我們看完一個IG story 我們會按下一個IG story 好像往往我們看了很多很多的東西 但到最後我們不知道自己看了什麼東西 這個生活習慣呢 令到我們往往就是看 但我們很少去回應需要 舉個例子 可能你按IG story的時候 有一天 你按到一個朋友的IG story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看到一個朋友的IG story 打了一堆東西 他正在放褲子 可能我們傾向的就是 按過就算了 又或者你可能有一些朋友的IG story 可能你們的朋友 經常都放一些黑的screen 沒有東西說的 但是那些字 就在一個角落的右下角 很小的那裡 寫著一些東西 不過呢 可能我們看到這些東西 看到這個IG story 沒有東西看 算了 按下一個IG story 好像這些東西 只是成為我們的資訊 可能呢 在過程上 我們看到這些資訊的時候 原來其實有些資訊背後 其實可能背後有些需要 可能我們會想的是 疫情呢 帶給我們很多隔核 當我們現在 就是要去復償的時候 可能我們脫口罩 我們都很害怕 好像我們慢慢慢慢 有一個舍孔出現了 不過 弟兄姐妹 確實 需要是處處的 很近的 近至你IG story 可能都有這些需要 但是弟兄姐妹 我們又願不願意去回應 甚至呢 我們發出一個關心呢 或者是有機會的 在過程裡面 可以和你的同學 去分享信仰呢 弟兄姐妹 第一點 很想答給大家一個提醒 腳的回應 我們學習的是什麼呢 我們學習的是去問身邊的需要 下一張slide 當我們看見需要的時候 但我們又願不願意去回應呢 在回應的同時 我們有沒有多些去討告呢 要我們的回應 看見的是 記得的是神才在當中掌權 是神呢 去帶領著我們 在這個過程去做 這個是第一點 當我們進入第二點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 原來耶穌不單單 帶給他腳的回應 而是帶給他們 一個深的預備 那是什麼呢 當我們看到 第五到第九節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耶穌 告訴他們 他們有他們的使命 還有他們的角色 他們要做些什麼呢 他們要進入一個家 去宣告平安的訊息 正正在說他們要做的事 願一家平安 這個不單單對那家人 一個很有事的hello 或者去greeting 而更加重要的是 他也想告訴那幫門徒 原來他這樣做 其實他在帶著一個message 就是讓神救贖的福音 能夠臨到這個家 耶穌帶出的是 他被拳兵 他被這幫門徒 去帶出一個救贖的訊息 甚至叫他們去 去醫治那些軟弱的人 說神的國臨你們 原來在路加福音很特別的 原來講一些 醫治的工作的時候 同樣也等於 他們去宣告神國的降臨 耶穌很想他們做一件事 他們有一個使命 有一個身份就是什麼呢 他們成為一個次平安 以及宣告神國降臨的使者 耶穌在當中 他帶出的就是 原來他們在當中 他們會經歷被接代 他們會經歷 建立一個群體 不過耶穌更加 同樣提醒他們 是什麼呢 原來承接第三節的時候 他說他們會 進入狼群的時候 他提醒他們的是 原來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們會經歷被接代 但同樣 他們都會經歷挑戰和風險 所以在第十到第十二節 他帶出他們同樣都會經歷被拒絕的時候 耶穌提醒他們 當他們被拒絕 他們要做什麼呢 他要拆去腳上的塵土 要去見證他們的不是 同樣他叫他們做什麼 要去宣告神國的臨近 可能我們會問的是 為什麼又宣告神國的臨近呢 原來是這樣的 對於一些接代他們的人 神的國臨近呢 對於他們來說 是一個祝福 是一個好消息 不過對於一些拒絕福音的人來說 神的國臨近呢 是一個帶給他們的審判的訊息 和一個就座 耶穌在十二節呢 很特別 他提出了很多不同的城市 特別提到所多馬城 我不知道大家小時候有沒有看過這個故事 其實正正在說耶穌說 因為那個所多馬城 很多人犯罪 他就毀滅了這個所多馬城 所多馬城呢 正正在舊約裡面 成為了人犯罪 和神審判的記號 同樣呢 都代表著人對神的厭氣 耶穌提到 那些人拒絕福音 就好像舊約的子民那樣 他們的不信 和那些人對先知的拒絕 耶穌用這個城鎮去描述 就是那些不接待神的使者 和不接納神的人 同樣在第十三到第十六節 你會看到他用很多不同的城 去帶出一個甚麼訊息呢 就是原來神的子民拒絕福音的下場 就是他要面對審判 很想帶出的是 原來那群人拒絕的時候 同樣其實他們都是拒絕神 可能我們會問的是 耶穌一抽的東西說完 他們要做些甚麼 他們會經歷些甚麼 其實他想做些甚麼呢 他想帶出甚麼訊息給那群門徒呢 其實他很想調整他們的心態 當那群門徒記得他們的身份 和角色是怎樣做 和他們記得的是 他們的任務是 要去宣揚平安的福音 去宣揚神國臨近的時候 他記得這個目標的時候 即使他在過程中 他會面對被拒絕 他會面對挑戰 但他仍然會持守著這個使命 繼續去做 他不用擔心的是 因為被拒絕而有玻璃心 而是他知道的是 當這群人拒絕的 不是拒絕他們 而是拒絕神 第一姐妹 確實我們跟人分享福音 我們去做見證的時候 挑戰困難和被拒絕 這些是必然會遇到的事情 但耶穌提醒那群門徒 同樣提醒我們的是 即使面對這些事情都好 我們仍然繼續去選擇 去宣揚這個平安的訊息 確實這個世代入面 很多不同的文化和氣氛都提醒我們 都告訴我們的是 我們會充滿著無奈 充滿著絕望 充滿著仇恨和鬥爭 好像我們的信仰告訴我們 要宣揚和平、平安這些訊息的時候 好像是跟現在世代的文化是一個抗衡 可能我們講福音的時候 有些人會說我們離地 有些人會說我們不合時宜 但等於我們面對著這些人的評價的時候 我們同樣會不會繼續這樣宣揚呢? 我們會不會繼續去講福音呢? 有時可能我們會怕拒絕 我們因為有那個玻璃心 如果我們不去講 不過,等於我們記得 那段經文提醒我們 神是莊架的主的時候 無論那個人他接待還是拒絕都好 其實這個都是他對神的決定 當我們記得這件事的時候 原來我們記得 我們可以用一個什麼心態去宣揚福音呢? 就是我們可以用一個強心狀 我們宣揚福音 我們不需要再玻璃心 或者可能我們會覺得 嘩,不要搞啊,凌方 我個人是比較內向 我很膽怯,不懂得說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 現在是青少年的導師的一個經歷 可能大家都認識的 因為他有參加AV Team的服侍 他就是Hugo 他現在是出來工作的 他是學傳的童工 我當時一開始聽他說做學傳童工的時候 我心裡很驚喜 因為以我對他的認識 他是一個 我會形容他是一個 跟學傳這個機構 不會扯上關係的男人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他是比較內向 比較被動 比較不是經常都說話 即不是很talkative 那些 但是學傳這個機構 是一個什麼機構 原來是一個很火熱 很主動去傳訓的機構 他做的時候我就問他 其實做這個機構 對你來說也挺大的挑戰 他分享些什麼呢? 他說他選擇這樣做 是因為神給他看見人的需要 他說在他生命上 其實他正正是有一個 對全福人沒什麼想法的基督徒 神慢慢轉變他 成為一個對生命有熱誠 他願意用生命去服侍的基督徒 他相信的是什麼呢? 他相信他自己也可以在這個時候 他同樣很相信一些年輕人 他在大學 同樣都能夠經歷這個生命上的轉變 那我就大膽點問他 其實你都比較被 可能內向一點點 其實你都會很怕被人拒絕 那你怎麼面對呢? 他就說被拒絕當然是有的了 他曾經試過一個經歷 就是他在城市大學裡面 他整個下午出去 去找人傳福音 沒有一個人聽他說 不停去吃檸檬 最後那個下午他沒有試過 帶人去分享福音 他說在這個過程裡面 心情一定有 但是他抱著一件事 就是他相信的是 每一個人都需要福音 他相信的一件事就是 可能他那一刻 他還未準備不想聽 但是他相信的是 神才是收莊架 收人靈魂的主 那個人什麼時候聽 那個人什麼時候開放 其實神自會有安排 神在他的生命上面自會有工作 確實對於他來說 他抱著一件事就是 每個人都需要神這個心 所以他繼續堅持去做 我想對於Hugo來說 其實也挺大的挑戰 他真的都經歷過這些被拒絕的時候 不過他記住的是一份初心 那個初心不是他自己的期望 而是他相信的是神掌權 還有他認清楚自己是一個什麼的身份 他有一個什麼的使命去這樣做 鄧姊姊妹 第二點代表你的提醒是什麼呢 確實我們在跟別人分享福音的時候 或者我們去宣教做福事的時候 我們都會面對被拒絕的 我們都會面對挑戰的 不過當神我們記得的是 神給我們的身份 和使命的核心是什麼時候 我們記得祂是主角的時候 我們就不需要再很怕玻璃心 我們很怕有這件事 我們更加有一個強心作 去面對這些挑戰 這是第二點 很想帶大家有一個提醒 到了最後 剛才大家說的那七十個人 讀的時候那七十個人回來了 那做什麼呢 老家形容他們是歡歡喜喜地回來 這個字眼其實老家常常都用的 用來形容那些人 對於神、耶穌和經歷福音的時候的回應 他們回來後 他報告他們當中的經歷 他說主下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他們歡喜的原因是因為 在經歷過程中 他見證到神的工作 很多鬼因為耶穌的名就服了他們 不過耶穌的回應很特別 當我們看十八和十九節的時候 他說了一件事 他說你們做這一堆事情 是令到撒旦是墜落的 也讓人能夠從撒旦的權勢被拯救出來 耶穌很想帶給他們一個提醒 就是原來他們這樣做 去宣告神國降臨的時候 同樣都是意味著 撒旦的國度的失敗和衰落 耶穌很想重申的是 是祂去給權勁他們 以至祂能夠去經歷那些蛇被踩踏 蝌子被踩踏 這樣去擊倒撒旦 耶穌很想告訴他們的是 是祂給權勁他們 以至祂能夠為神國去戰勝這場屬靈的戰爭 這個給權勁正正是Based on 他們跟耶穌的關係 也正正因為這份關係的時候 他們有權勁這樣去做 同樣當祂有這份關係的時候 耶穌是神讓這班跟隨者 去參與這個這麼critical 這麼重要的屬靈的戰爭 去參與這個神國的成全 同樣除了耶穌打給祂這個提醒之外 第二個提醒更加很特別 在二十節他提醒他們的是 不要因鬼服了你們就歡喜 要因你們的名 紀錄在天上就歡喜 耶穌很想調教他們的眼光 調教什麼呢? 讓他們知道的是 他們有能力講鬼 可以做到講鬼 這個並不是他們喜樂的基礎 重點不是那個performance 和那個outcome做得有多好 重點是什麼呢? 在經文提到的是 是因為你們的名 被紀錄在天上做歡喜 這是一個什麼概念呢? 原來這個是舊約 就是關於生命策的概念 在舊約裡面 這個生命策 就是記載著神所揀選的群體 和拯救的群體 正正耶穌很想帶出的是 他們那幫門徒 他們要記得的是 他們在神面前的身份和地位 耶穌很想帶給門徒 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 原來人能夠蒙拯救 比人有的權力更加重要 人的喜樂 不應該建基於自己的能力和表現上 他們要記得的是 原來神在十格上面的基礎 在十格上面的工作才是喜樂的基礎 第二,耶穌很想提醒他們 人應該看重的是 在神面前的身份和地位 而不是在人眼中的地位 那幫門徒 他們去說鬼 去制服那些鬼 其實只是救贖的其中一步 他們要記得的是 他們的名在天上面 他們和神的關係 的身份才是更加重要 特別的是什麼呢? 其實原來在中文的譯本是看不到的 原來在原文裡面 在當中原來描述了兩個字 描述了什麼字呢? 就是描述了次權並 和被紀錄的這兩個動詞 其實正正帶出的是什麼呢? 他提醒那幫門徒的是 原來是神給他們權並 原來是神去紀錄的那個 耶穌很想提醒那幫門徒 眼光要放在他們 已經擁有的永生的盼望上面 放在他們有的身份和和神的關係上面 這個才是值得喜樂的事情 這樣就會進入了一個什麼系統呢? 就是進入了這樣的系統 當我們調教了神的眼光的時候 我們有機會參與神國度的服侍 可能你去傳福音 可能你去做服侍 可能你去短孫 我們知道的是 原來我們喜樂的來源 不是源於我們做了多少 或者做了多少的結果是多少 而是建基於我們和神的關係上面 當我們記得這個才是焦點的時候 我們帶著這一份關係和喜樂 就更加有動力讓我們更加願意去為神去參與服侍 而不是去做很多不同的任務 所以調教我們的眼光是非常重要的 弟姐妹 我發現這幾年我在牧羊的過程上面 發現大家在參與侍奉上 都有一個這樣的現象 就是什麼呢? 我不知道是否因為 很多不同的文化 大家影響 大家在侍奉上 很著重的是 那些事情做得好不好 甚至那個成績是怎樣 變相當我們投入侍奉的時候 我們就會很怕錯 不夠膽做 坦白說 弟兄姐妹 當然著重果效是需要的 不過如果太著重結果的時候 很多時候我們就會跌入一個位置 就是什麼呢? 我們很怕 我們有很多事情做得不好 不夠好 而至我們花了很多時間 去想的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怎樣 不要令自己出錯 或者慢慢慢慢 我們會選擇不做 不過耶穌提醒那幫門徒是什麼呢? 同樣提醒我們的是 眼光不是放在能力和表現上面 當我們參與這些服侍 我們去分享福音的時候 我們更加記得的是 我們和神的關係 我們有這個身份 我們有機會 Based on這個身份去參與服侍 這一件事才是我們值得喜樂的事情 弟兄姐妹 問一下大家的是 我們的眼光現在放在哪裡呢? 今天的題目是He Wants You 弟兄姐妹 神很想邀請你參與這個大使命 剛才一開始說 每一個基督徒都是一個宣教士 坦白說 我們不需要去到一些創啟地區去參與傳福音 這個才是為主服侍 不需要去到殉道才是叫做宣教士 可能我們參與的是什麼呢? 我們有機會參與短孫的話 我們參與短孫 可能甚至在我們身處的環境裡面 我們家裡、學校 我們能夠用我們的生命去展現福音 甚至我們有機會真的跟人說福音的時候 這些都是我們去參與在神的國度上的事工 今天呢? 三點提醒我們的是什麼呢? 腳的回應 我們學習去敏銳身邊的需要 看見需要的同事 不要忘記的是我們要多多去討告 我們教正 我們在當中的回應 的focus 心的預備 可能在過程裡面 我們會面對他 絕對挑戰的 但是同樣神提醒我們的是 他是主角的同事 我們記得的是我們的身份和使命 就是我們能夠強心臟去面對挑戰 眼光的調整 我們看到的是 眼光不是focus在我們的果效上 而是我們focus在我們跟神的關係上 這是我們要記得的事情 曾經看過一本書 那本書的作者 他寫了一個神學院老師的一句話 他講到關於宣教 他說宣教不是教會其中一個活動 宣教是教會中心的使命 確實呢 猜傳 宣教 不是說我們每個人要去到很遠的地方去傳福音 不一定是說我們要去到短宣才叫猜傳 其實呢 在我們生活範疇上面 在我們的職場上面 可能在這些過程上面 我們同樣都可以成為宣教士 頂姊妹 最後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 可能大家對於傳福音來說都很難 我嘗試用一個例子跟大家分享 我最近呢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 荔枝閣有一間很好吃的海南雞 其實呢 那間店叫雞仔 在長沙灣和荔枝閣中間 荔枝閣後面有一間海南雞 那海南雞好吃的地方是甚麼呢 原來它的湯是老火湯 好像是沒有味精的 然後呢 它的海南雞是很嫩的 是很滑的 所以突然之外 如果你有機會的話 你一定要嘗試 我為甚麼想說海南雞呢 其實呢 有時候我們分享福音就是這樣 我們經歷過這個好吃的東西 我們就是這樣 就好像我介紹給我的朋友 就是那個海南雞好吃的 就是這個神是真的 是真的 是值得我們相信的 原來其實就是這樣 當我們有機會去試過 我們體會過 那個福音是這麼好 是這麼正的時候 我們就更加願意去推介 給我們身邊的朋友 就是 我有機會呢 你都願意來的話 你試試參與一下 你參與一下這間海南雞 不是 你吃一下這間海南雞 就是這樣 其實只是一個很小的舉動 就是我們可以這樣去跟別人去分享 弟弟姐妹 我不知道 接下來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服事 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第一的是 你看不看見那個需要呢 你又願不願意去回應呢 宣教士 其實對於我們來說 當我們想大使命的時候 其實很接近 但是 弟弟姐妹 初中都可以 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輕 經常都說 小人物都可以為神做大事 但我們願不願意去回應呢 我們邀請敬敗隊 我們一起唱一首回應詩 我們一起起立吧 謝謝 弟弟姐妹 我不知道今天的經文 帶給你有什麼提醒 是吧 很想呢 都讓這首回應詩 讓你成為我們的回應 成為我們的納指 我們都在過程中 我們學習 我們都踏出一步 我們看見需要的時候 就會回應 我並不完美 也並不特別 而你卻是為我捨棄生命的主 我是常染弱 有時會迷惑我 但你是道路著你和生命 我們由頭 我並不完美 我並不完美 也並不特別 而你卻是為我捨棄生命的主 我是常染弱 有時會迷惑我 但你是道路著你和生命 祝你搖往哪里走 我就跟你走 你我走到世界盡頭 一生不再回頭 讓世界聽到我們敬拜 我們的祷告 讓福星從我們開始 傳出外 傳出外 帶到人群眾 祝你搖往哪里走 我就跟你走 你我走到世界盡頭 一生不再回頭 讓世界聽到我們敬拜 我們的高高 讓福星從我們開始 傳出外 還打人群眾 我們一起去祈禱的時候 我們不知道今天的訊息 對於你有甚麼提醒 當你看到一些需要的時候 有甚麼難阻你 有甚麼懷疑難阻你 去回應那個需要呢 可能是 原來我都有玻璃心的時候 我都很怕被人拒絕 可能是 原來有很多事 都難阻礙我們去敬拜 很多藉口 都難阻礙我們去敬拜 難阻我們回應這些需要 頂姐妹 我不知道那些疑惑是甚麼 我想鼓勵你 把疑惑是同神覺 求你去挪開你的疑惑 讓你能夠看到需要的時候 都有那個迫切的心去回應 頂姐妹 我想邀請你 你跟神去分享 你坦誠的去跟神去說 主啊 我都很怕 但我仍然願意去學習 這樣去試 頂姐妹同樣很想有一個立志 每一個基督徒都是一個宣教士 宣教士不是一定要去到很遠的地方 做一些很偉大的事 但對於初中的大英姐妹你們來說 小人物都可以為神做大事 在聖經裡面有很多不同的人 其實他們都是一個小人物 他們都是這樣去為神 做這些不同的事命 頂姐妹你願不願意的是 可能在你生活的範疇上面 可能在你學校 可能在你不同的地方上面 可能你見到有需要的時候 有機會跟身邊的人去分享福音的時候 你就是這樣去分享 甚至可能用你生命的見證 你說主啊 有很多時候我都會出不到的見證 但你今天 你願不願意 你為自己祷告 主啊 我願意 我願意 為你 嘗試去踏出 主啊 多謝你 確實我們每一個人都很不完美 我們都很多三千八個地方 但你同樣 仍然揀選我們 去參與這場這麼大的宿命戰爭 讓我們有機會有份去參與 主啊 你帶我們 即使我們只是初中 不太讓我們 只看到我們只是初中 這麼微小的時候 我們就 好像不知道怎樣去回應 但主要確實 你在我們每一個人 生命上面 你都給我們一個使命 就是 我們能夠在我們生活上面 我們這樣為你去做見證 我們這樣的是 我們去看見有需要的時候 我們都學習的是 讓我們有一個迫切的心 我們去回應 主要你帶領我們 確實 在當中我們會面對有挑戰 有很多我們不想做的事情 但我們在當中 我們記得的是 主要你會引力我們的時候 我們就不需要懼怕 我們就可以有強心做 主要你帶領我們 插選我們 好像你昔日 如何插選那72個人 引出去的時候 主要你今天同樣插選我們 讓我們今天之後 我們回到生活的範疇上 我們同樣都成為當中的宣教士 我們去分享福音 主要你帶領我們 使用我們 使用我們的生命 我們就是這樣去見證你 我們就是這樣去榮譽你 主要多謝你 喜好教堂 母主命求 我們一起繼續唱福歌 我們成為我們的蠟字 是我們就是這樣去跟隨主 然後主去帶領我們 你要往哪裏走 我就跟你走 你我走到世界盡頭 你神不再回頭 讓世界拼到我們 敬敗 我們你祷告 讓福星從我們開始 就是這樣出外 來當人去衝 眾人有許多的關心 主要我們不放棄 我們跟著堅持 我也不放棄 你答案是給我勇氣 我會勇敢走出去 來支援請坐 現在是奉獻的時間 讓節目預言 待會兒我們奉獻 不只是把我們的小錢放進去 我們甚至把我們的生命 把我們的不願意 把我們的不想 到這個奉獻袋裡 去求主使用 才可以開始奉獻 讓我們一起放的時候 一起跟上帝禱告 有些奉獻我們可以獻上 給上帝的 我們連我們的小錢 一起去 我們繼續唱 勇敢走出去 求主持我們的勇氣 去挑戰自己走出去 我們確實不完美 我並不完美 我並不完美 也並不特別 而你卻是為我 奉獻生命的主 或是將而入 又是會迷沒 但你是大獨真理和生命 如果你要往哪裏走 我就跟你走 對我走到世界盡頭 人生不再回頭 讓世界聽到我們 敬敗我們的道德 讓不幸從我們開始 傳出愛 來到人群中 祝你要往哪裏走 祝你要往哪裏走 我就跟你走 你我走到世界盡頭 人生不再回頭 讓世界聽到我們 敬敗我們的道德 讓不幸從我們開始 傳出愛 大家仍存在 七天父 願意我們的生命 經歷到你的愛 經歷到我們真的 不能夠不跟別人說你的愛 我們能夠經歷到你的愛 我們忍不住 就要跟別人說 你有多愛我們 我們愛這個地方 愛青少部 愛我們的小組 愛到我們很想跟我們身邊的朋友 去說這個地方 就是一個好的地方 所以幫助我們 祝我們有勇氣 祝我們有我們很想 有的愛心熱情 以至我們不能夠不跟別人說 因為確實太好 所以幫助我們 剛才我們擺上的小錢 我們向你的禱告 我們一一擺上 願意你幫助我們 去踏出 不單止踏出去 不要說世界 願意你幫助我們 去踏出我們的小組 踏出我們自己的內心 以至我們願意向你作見證 我們感謝你 我們不完美 但我們仍然可以學習的 去為你拜上 我們感謝你 我們要上去祷告共主命頭 好 謝謝凌鋒帶我們 去認識這篇經文 的確真的 這個小雞真的很好吃 因為我女兒吃完之後 其他雞也不吃 但也不是重點 重點就是主耶穌基督的愛更好 對吧 這份愛其實在世界中 不會再找到更好 所以今天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你再次去體會主耶穌基督的愛 多好 你體會到之後 其實也不再需要什麼 推動 你自己很甘心樂意 就會去傳福音 不要小看自己的初衷 真的 我記得其實初衷 我初衷的時候 我發覺傳福音 反而比大了更加容易 因為少了很多 會起降 或者要吵架的狀況 其實初衷傳福音 很多時候 可能反而各國後更加容易 所以不要小看自己 讓自己有機會去學習 就去嘗試好嗎 那我們去看我們今天的報告 好嗎 我們今天的報告 首先我們歡迎我們新朋友 我想問我的右手邊有沒有新朋友 這邊 這邊有沒有新朋友 當中 沒有的 左手邊有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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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是的 我們歡迎我們新朋友 是不是 好 不是吧 哎呀 真的 你被人發現了 又是你 好 不要緊 我們給我們隔壁那個 好嗎 真的很開心可以再次見到他 還有拍一拍他 就說 幸好有你在隔壁 你想想你沒有隔壁那個 真的挺可憐 孤零零 真的很好 所以隔壁身邊有同行者 是很重要的 你的出現 就是成為隔壁那個同行者 所以非常重要 一齊回去崇拜 一齊回去團契 一齊回去團契 是吧 好 那我們看看有什麼報告了 留意一下我們的 show time 團契的時間表 就是我們就會 訊息分享 有兩次 然後就會有主題大組 然後就會有加聚 然後就會有加聚 對 好 分享一下他的入隊經理 就是敬拜隊的 對 Herbert 我們給他一點掌聲 Hello 各位弟兄姊妹 早安 至我先介紹一下 首先我是今年方3升方4 懶著主的Herbert仔 我今天上來都是分享敬拜隊 我已經加入了敬拜隊一年多 差不多兩年了 當初也令我有很多不同的得獎 為什麼我想加入敬拜隊呢 就由我小時候說起了 我小時候也有參加兒童部的小師班 那時候也很享受用一些很簡單的舞步 還有用唱歌去站起來 到了青少步之後 看到有一個視控人員招舞 那時候覺得自己很喜歡唱歌 還有覺得自己也唱得不錯 所以就決定要加入敬拜隊 但慢慢 天父他是給我有很多不同的突破的機會 讓我可以去學習 跳出自己的安書區 我最深刻的一次敬拜 就是今次 就是上個星期我們出隊 因為我今次有些新的嘗試就是去出Bass 當今個月聽到因為人手不夠 而我要出Bass的時候 我的心情很複雜 一方面覺得自己就要有新崗位 可以去挑戰 但一方面又很怕自己會彈錯東西 雖然最後我在彈的過程都不斷炒 但我當中都明白到 原來敬拜不一定要十全十美 上帝才會去接納 因為他是看中我們的內心 之前自己也發生了些事情 可能會對神沒有信心 不知道他在哪裏 然後放棄了 但將這件事和一個隊的人分享之後 他們都給了很多不同的意見 令我覺得原來這個隊伍 不僅是一個敬拜隊 更是我第二個家 令我可以分享我的所有 都想分享一下我入了敬拜隊之後的靈命成長 因為我們隊裡面有很多不同的大哥哥 大姐姐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他們的生命 看到神的作為 更認識到神 跟他建立一個關係 令我不會忘記他的同在 到今年 我覺得教會這個地方對我來說 已經成為了日常的一部分 每天都很期待地回到這裡 可能這些就是入了敬拜隊之後 所帶給我的轉變 在這兩年裡面 我從不同人身上 學到很多不同敬拜的心態的轉變 敬拜的心態 從一開始只想出口 到現在願意去不同的崗位出隊 我發現到原來我們不一定 不一定用回我們最擅長的東西去服侍 尤其是我們要學習補位 支援團隊的需要 當初我的加入就是抱著一個 給我一個機會上台唱歌 學習不同的唱歌技巧的心態去加入 但現在我明白到 敬拜所需要的心態 就是不要把其他東西阻礙我們去敬拜 然後把招臉放回神那裡 各位弟兄姊妹 如果你想入敬拜隊 為侍奉出分力的話 我歡迎大家一起進來 你不需要想起自己彈結他不厲害 唱歌唱得不好聽 只要你有為想神 有一個侍奉的心的話 就可以一起加油 敬拜隊裡面有很多不同 大哥哥的大姐姐 會幫你一起成長 所以你還在想什麼 快點參加吧 真棒 對,這個點子真的很重要 整個見證裡面很重要的一個點子 其實就是 我們不需要看到自己很好、很厲害 很厲害 我們才去參加敬拜 因為其實敬拜 去參加服侍 只不過是一個愛的回應 我記得我當時進入敬拜隊 我也是學了一股四課 然後被人推進去敬拜隊 然後慢慢去學習 慢慢去成長 其實在裡面 你要體會到主更多 好嗎? 不如你拍下旁邊那個 還在等什麼 好嗎? 跟他說一聲 是啊 等什麼 今天全部都拿了表去填 好,下一個 好 另外我們有些暑劇營會的日子 特別想早些告訴大家 因為知道大家接下來 暑假會去旅行 大家餓了很久 這些報復式旅行 旅行歸旅行 大家都標準那些日子 我們的攝影機 原則上都不會改變的 這些時間 初中的 就是升中二、中三的 就會是8月11至13日 如果你是升中四的話 你就留意你會去高中攝影機 大過了 8月4日至6日 大家都是大唐度假村 我們暫時行上去的地方 對 好 好,我們下一個報告 另外同一時間 我們也會有營會的籌位 究竟籌位是怎樣 原來我們的攝影機 不是全導人這樣上去 一個人就帶來圓 這件事就會變得很孤單 你覺不覺得 如果凌峰一個人上去 就弄成攝影機 他就會自己一個在做 所以我們通常都會找營會 叫做籌位 籌位即是 大兄姊妹 即是我們的青少 自己就會上來 一起去學習 去帶一個program 你想想 全導人可以去建立一班籌位 籌位的core 又再建立下面的籌位 然後籌位再去建立 入攝影機的大兄姊妹 其實當中就有很多的建立 所以很希望大家去報 你想想 你可以去學習 去帶一個營會的遊戲 你可以去學習 去建立大兄姊妹 所以其實 當中有一件 是非常好的事 將來 星中四的就可以報 大家看到 如果星中四的 你真的可以去想想 報這個營會籌位 你可以去照顧一下 小時候 也可以去學習 做一個大哥哥大姐姐 所以很希望大家可以去想想 營會籌位去報名 通常我們的攝影機 如果整個攝影機 譬如百多人 可能有幾十人都是籌位 所以很虛陷的場景 很希望大家一起去參與這個 很棒的 通常籌位 很感動 哭了 非常棒的一個經歷 不要錯過 好嗎 下一個報告 另外 我們有小木人組長訓練 如果你接下來會做組長的話 你們都會需要去報這個訓練 那就是今天開始 今天開始 就是1時至2時半 當初會講一下大家 學習如何去牧羊 學習如何去大組 其實都可能會很戰敬 我記得我第一次大組 我進去都不知道 嘴巴說什麼好 所以其實有一些訓練 去講一講一些理念性的事情 其實都是很好的 我們學習就可以去 不用怕 有人撐著我 教我的 我不用擔心做組長 非常好的 好嗎 大家記住 要報一下我們的組長們 下一個 請留意我們的崇拜侍奉當席表 準備好我們的心智 也知道接下來會困難 可能大家會考試 功課都忙 不過其實在侍奉裡面 更加有時候 我們剛才 我們敬拜隊都開醫 也有說 其實好像有一個加油的地方 讓我們可以體會到神更加多 在這個忙的時間 體會到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好嗎 好 下一個報告 沒有了 是不是 還有沒有 沒有了 好 那我們不如一起祈禱吧 好嗎 好 嗯 親愛的提醒 首先祈禱也很想為阿君祈禱 因為阿君祈禱 最近做了手術 也知道很不容易 現在行路也很不方便 但也很感恩 有這個手術可以幫助他 他的腳裡面長期的困難 可以解決到 我們求你帶領也去醫治他 就是給他這段時間可能都會行路不方便 也會有很多猛疹的 就是可能呢 就是求你都去平靜安穩他 給他在裡面可以去 就是因著你的同在 他心裡面可以有那份的平安 也都就是去 就是帶領他往後 盼望就是他的腳好之後呢 就是可以去 就是跑啊 跳啊 一切東西都可以去治癒的 求你去醫治去帶領他 也都就是他 我們就是都為了我們的團契 就是去討告 求你去帶領 就是保守 就是我們 就是初中的團契 在裡面呢 就可以去 就是可以去體會愛更加多的 就是當中如果我們 就是在裡面有摩擦的話 求你 就是求你的靈呢 去教會我們呢 就是可以去學習彼此相愛 求你呢 教會我們一個愛的心 就是以致到呢 我們的團契 真正正正成為一個家的感覺 我們求你都帶領 誰聽的討告 祈禱交託 奉著耶穌基督名義祈求 阿門 好 我們現在呢 就是團契時間 好嗎 好嗎 好嗎